全固态电池正式发布续航超过1500公里引发关注 深入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一条热点新闻 固态电池分三类半固态、准固态、全固态 严格意义上的全固态电池是指电解之中的液态物体为0 也就是0wt广汽研发的全固态电池 宣称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 能量密度为400 要到2026年才能正式上市 首先会用在耗博的设计上 这是广汽官方发布的消息 不能确认的有两点 是广汽自己独立研发 还是和其他企业合作研发 前走到了哪一步 是产品论证阶段 还是产品测试阶段 今天泰兰新能源宣布成功研发出全固态电池 能量密度为720 续航1500公里 发布消息的不是泰兰新能源官方 而是一个博主 新能源汽车杂谈 账号粉丝1.4万人 这有点不合常理 知道是蹭热点 还是制造热点 再来看一下这家泰兰新能源 这家公司位于重庆 成立于2021年5月26日 至今不满三年的时间 注册资金不到600万 属于创业版的上市公司 有18个股东 4次融资经历 两个经营纠纷 一次被告经历 这是公开渠道可查的信息 无法了解到 这家公司的研发投入有多少 研发人员有多少 申请了多少技术专利 目前电池行业的领军企业 宁德时代和比亚迪 固态电池方面 一直没有太多的消息放出来 也无法确认 他们两家的研发进展 网上评论分成了两派 一派鼓掌欢呼 我们又一次领先世界 研发出了全固态电池 安油车和纯电动车的末日 就要来了 一派表示质疑 感觉这家之前 不怎么出名的公司 吹牛的成分 我个人不做点评 大家怎么看 可以讨论一下 关于固态电池的四个真相 记住这四点 就可以推销所有的说法 第一 即使是半固态电池 也会面临很多问题 目前喊着固态电池的厂商 全都是忽悠 比如说层级材料之间的 阻抗 隔膜 同样也会被李之金赤穿 与其说是半固态 还不如说是凝胶态 本质上还是液态的形式 通俗点说 你熬粥米多水少 或者是熬的时间长一些 顶多就是浓稠一点 但它还是一碗粥 你能说它是干粮吗 半固态纯粹就是玩文字游戏 顺便吹牛 说自己是首发固态 所以还是宁德时代 够实诚 严格意义上 只发布了凝聚态电池 第二 说到宁德时代 大家不要去看车厂怎么宣传 而是看看真正的电池大王 做了什么动作 全球动力电池龙头 要钱有钱 要研发实力有实力 曾老板自己本身 也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博士 已经研究了10年的固态电池 也没敢说自己是半固态 但是车厂就直接说自己是首发固态 这明显不合理 第三 车厂是最会算成本的 以目前的成本一块半固态电池 至少要25万 然而车只卖30万出头 那么请问其他方面的用料怎么用 这车你还敢买吗 就算是有个最有实力的跌 也经不起这么亏啊 最后 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在车上装一块 能够跑1000 甚至1500公里以上的电池 大家认真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答案是否定的 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但实际上却用不上 而且就算你给你更多大拨税人也买不起 固态电池真正的意义是 把特种作业车辆 还有飞机轮船这些交通工具实现电动化 全固态就算三年后能够量产装车 首先成本也会非常高 这既不符合厂家的利益 消费者也买不起 它的最大作用是降低车重 而达到最高的能效比 也就是说原本2.2吨的车可以跑700公里 现在电池轻了400公斤 同样可以跑700公里 那么厂家也只会给你700公里左右的续航 因为只有这样从经济上来讲是最划算的 如果你真的懂降低车重有多困难的话 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固态电池这块饼太大了 但不一定好吃 这些看上去非常便宜的二手电车 它的水比燃油车要渗得多 比你想象的要渗得多 有些二手电车 如果说你不懂它用了什么电池 电池坏了你是修不起的 为什么说修不起呢 因为这些电池一旦坏了 你就一直修 一直坏 越修越坏 恶性循环 无底洞 真的是无底洞 我举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 一个乐山的粉丝找到我 他给我打电话 他问我他的车换电池要多少钱 我一听换电池 而且他说是整个车换电池 我一听这种业务他就不靠谱吗 然后我就问他什么车 他说他是那个长安的A500面包车 我一查 他这个车用的是新锐的软包电池 当时我就笑了 因为这个车的电池 一旦出现问题 那你要做好长期维修的准备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种车 他搭载的这种软包电池 一旦开始坏 后面的麻烦就会不断 这种电芯是修在这个地方 坏那个地方 修在这里 那里又坏了 通过进一步的沟通了解 果然跟我说的一样 这个哥们说 他这个车已经陆续修了一万多块钱了 他现在不想再修了 想换整个电池包 4S店给他的报价是9万块 我猜测这个车 他买的时候估计也就3万块钱左右 换个电池包9万多 这不开玩笑吗 那么下个视频我告诉大家 他这个车的电池为什么容易坏 为什么坏了不好修 对这个都不陌生啊 最近特别流行西能阳混动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 见识一下比亚迪的混动 和丰田到底有什么差距 来看一下 混动变速箱 比亚迪的哈 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一个镀刀咯 在一个模仿大众 干式双离合 7速干式双离合的前提之下 又增加了一个电机 进行单独驱动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这个六十码以下哈 是电机单独驱动 六十码以上发动机 驱动力合器进行驱动 这就是比亚迪的设计原理 它跟丰田雷克萨斯系列 混动有什么不一样咯 丰田雷克萨斯混动系列哈 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变相 不像比亚迪这个变相 它比较怪异 长得比较奇怪 就像这个正常变相 背一个乌龟壳一样 不方便安装 然后样子也很丑 丰田变相呢 它是有两个线圈 跟它不一样了哈 有前后两个线圈 它可以用电机 可以用发动机 可以同时联合混动 而比亚迪的变速箱 要么用发动机 要么用电动机 它不可以联合 六十码以下 六十码以上 亏电的情况下 发动机就这样 来回跳转 而丰田的切换 更加行云流水 所以说 从我们做技术角度来讲 我们国产 还是有待提高的 最起码跟丰田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这是一定要承认的 是吧 比亚迪的车子 要比雷克萨斯的车子 要好 您敢相信吗 今天后台有一个 抖野国发私信 问我雷克萨斯的车子 值不值得我们去入手 我说 大胆放心地去选购 然而他是这样子 后我就说了 他身边有人和他去说 比亚迪的车子 要比雷克萨斯的车子 要好 那我想问问大家 就是比亚迪的车子 比雷克萨斯 到底好在哪里 我不知道 请求大家给我普及一下 然而他接着跟我去说 买雷克萨斯的车子 是在叫智商税 是不是叫智商税 那我不知道 但是能够超越 雷克萨斯的车子 我指的是稳定性 真没有 我之前也有和大家去说过 我们其实也不想去选择 什么分田 本田 或者雷克萨斯 有的时候 我们是没得选 我想问问大家 比分田本田 雷克萨斯 更稳定的 还有什么品牌 但有很多人去买车说 他们更看重的是配置 配置 不是说不重要 对比起配置 更重要的 就是产品的稳定性 车子 咱们确实不用开什么 十年八年 但是了 我觉得最起码 你要得有这么个质量 我觉得现在汽车 快并成叫做快销片了 你们自己去看看啊 就现在的这些行轮员车子啊 我觉得更新汉代的速度 就相当于以前的手机 超级超级无敌快 我想问一下大家 就我们买车 我们到底图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回头再回望一下 就最早的那一批 新胜利造车 那批车子已经回炉了 真的 就放在二手车板块上 没有人运去选择的 所以 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 去考虑一下 我们买车 我们图的到底是什么 雷克萨斯的ES卖不动 是因为比亚迪 哈哈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 比亚迪的崛起 把很多传统的 燃油车的市场都抢光了 就比如说前些年要加价 排店买的雷克萨斯的ES 现在有的优惠 居然还卖不动 所以包括雷克萨斯的客户 都给比亚迪抢光 而我认为这有点扯了 虽然比亚迪的崛起 确实抢了很多传统燃油车市场 但是比亚迪的客户和雷克萨斯的客户 他不是一波人吧 在我的心里感受 雷克萨斯的客户相对 泪敛成熟低调 但是又有预级的实力 喜欢传统的优雅的东西 但是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在意性价品 而比亚迪的客户 更多的是喜欢新鲜的 时尚的 但是 他们绝对是在意性价品 或者说 很多比亚迪的客户购买比亚迪 是因为比亚迪能够平替他们心中的某一类 一直想要 但是却是性价比不高的车型 而至于雷克萨斯ES迈不动 这个其实就是车型本身的问题 对于其实曾经的 这种ES的拥处者而言 老旧的技术 若今的动力 以及跟不上的这波用户的需求 虽然他们喜欢优雅 传统低调 但是已经有了更好的 更快的 更先进的评级 车型的出现 所以自然ES 都变得无人问津了呀 我想时代总是滚滚而来 如果我们不能一直凌事当下 创想未来 总有那么一天 你有多辉煌 就会有 多落寞 兄弟们出大事了啊 不知道你们最近 有没有关注过小鹏 他的销量是真不行了 你自己去看 今天呢 有个朋友给我发来一组 小鹏的价格 因为他最近不是正 想买那个G6吗 看到他这个价格啊 我都惊呆了 找渠道呢 G922万就可以提走 这个X9呢 都有四五万的优惠了 完了还有什么员工内部价 还可以再优惠一两万 小鹏G6呢 15万就可以到手了 我的天呐 这还是当年那个上市的时候 意气风发的小鹏G6吗 我这个朋友啊 让我分析下原因 为什么小鹏会落到如此田地 因为按理说 车也不错呀 我就这样跟他说 咱们中国人买车啊 最看重的就是三样东西 第一是品牌 第二是价格 第三是颜值 咱就拿他跟特斯拉对比啊 特斯拉品牌肯定是没问题 价格呢 确实差点事 然后颜值呢 大多数人都能接受 但是凭借着超强的品牌 他就可以过得很好 然后呢 你再看小鹏这边 品牌名字起的太low了 跟特斯拉比 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个价格呢 是没有问题了 颜值呢 全系车型 也就小鹏PC还能上上台面 但是现在看来也是老古董了 那像什么 X9 G9 这都是一般人 G3 P5 都拿不出手 那G6呢 你们自己评论区说说吧 所以说 小鹏走到这步田地呢 就这三个简单的指标 就可以很简单的分析出来 那为什么小米能火呢 你往我这个公式里边套一下 小米的品牌认知度 绝对没有问题 价格呢 中规中矩 不能说高 也不能说低 颜值嘛 防保时捷 那必然是刚刚的 所以你们觉得 我说的这个有道理吗 L2手电车 我根本就不关心 三元里 或者说磷酸铁里 因为三元有三元的好处 磷酸铁里有磷酸铁里的好处 所以说 我不再关心哪一种类型 那么我关心的啥呢 我关心的就是 电池的外形 到底是圆柱啊 软包啊 还是大单体啊 然后关注的是品牌 年份 还有电池的一个循环次数 包括压叉 包括后台数据 那么这个后台数据呢 其实是用户使用后的 一些数据啊 目前来说哈 目前来说 我自己选的话 圆柱 PASS 软包 不玩 现在我基本上完了啊 全是这个 搭单体 因为这个是主流 你像圆柱的话 这个基本上 现在搭载圆柱的话 基本都老的车型啊 特斯拉除外啊 特斯拉 特斯拉这个是特利也单独讲啊 软包 软包现在其实 用的 其实你说 用的少嘛 其实也不少啊 在一些比较贵的车型上面 其实也是大载有软包的啊 但是软包在这个 中低端车型上面 它几乎就没有做散热 所以说很容易鼓包漏叶啊 技术层面已经没有品牌能超越特斯拉 刚看了马斯克星舰进展 以及最新火星计划的演讲 其中有一点就说到SpaceX的猛禽发动机 从第一代到最新的第三代 已经从180吨的海平面推力 进化到了280吨推力 并且最终会达到330吨推力 更重要的是 三代机比前两代都要简单小巧 因为很多复杂度都被隐藏了 看上去好像也少了很多部件 但实际上这些部件要么被删除了 要么已经集成进系统了 这让我再次想起来 换新版Model 3的Ludicrous 电池依然用的是老掉牙的LG2170电池 电机功率扭矩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为什么没有我们天天吹的800幅高压平台 为什么没有各方面亮丽的参数 但是最终在整车重量 加速性能 能耗水平和操控性能上 都不比自主品牌最新技术的车型差 一个多年前不被人看好的火箭发动机 都能把集成化 把推重比 把性能压榨到这种地步 更何况是车上的电机 靠营销能够压榨到这种地步吗 你看马斯克还是比中国人更懂四两拨千金 有些车企亏钱都在搞研发 有些车企喊着自己是中国现金储备最多的车企 也没有见拿出什么过人的技术 但是很多人却盼着那个亏钱的车企 快点倒闭 过解决不了自动驾驶 特斯拉就一文不知 这是马斯克在2022年6月份说的话 而在2024年的今天 自动驾驶掐得死去活来的两大流派 纯视觉方案和激光雷达方案 到底各自都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而未来自动驾驶的方向又是怎样的 其实很多年以来 自动驾驶真正的王者并不是特斯拉 而是谷歌的Vimo 谷歌Vimo利用激光雷达 真正的实现了L4级别的完全自动驾驶 并在北美投入了很多无人出租车 那么这么厉害的谷歌Vimo 为什么至今很少有人听说 而特斯拉的自动驾驶 在全世界范围内知名度缺更高呢 这就涉及到激光雷达方案和纯视觉方案 是两条线路的区别和差异 很多小伙伴以为纯视觉方案 是为了减少激光雷达高昂的成本 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某种程度上讲 激光雷达反而是更便宜 更低成本的捷径 这些拥有完全自动驾驶能力的出租车 他们都搭配有高精地图和价格高昂的激光雷达 通俗点时候 他们就像眼前这些玩具车 只能在特定的区域内行驶 他们要依赖这些轨道才能正常行驶 我们可以把这些轨道形容为激光雷达和高精地图 如果这些轨道修得特别好 他们就可以跑得更快更精准 也不太容易出差错 但问题是他们只能在有轨道的地方行驶 一旦脱离的轨道 用了自动驾驶能力就完全失效 寸步难行 而纯视觉方案则截然相反 使用纯视觉自动驾驶的车 依赖的是人工智能 他们更像是拥有自主的意识 请你通过眼睛和大脑 经过训练以后 就可以跟我们人类一样开车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台机器人 或者背景金刚 无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无论是发生了任何状况 它都能应对和解决 但前提是要经过足够多海量的训练 而对人工智能的这些训练 不是一朝一夕 一年两年能够完成的 这个过程可能要花费掉车企 许多年甚至数百亿 而激光雷达自动驾驶方案 更像是一条捷径 只要把轨道铺好 车就可以跑起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车企 使用激光雷达 从品牌成立到汽车 可以自动驾驶上路 华为的销售门店 你哪来的勇气 让消费者额外再增金白银 多掏一万五 这个算欺赞了 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欺赞 我后面这个聊天记录 这个证据应该是比较充足的 对你这个取证意识很好 签名的地方手一转一下 好了 明示诉讼状委托书 签好了 正式起诉华为的万象城门店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 我10月7号在华为 我们宁波的万象城店 订了一台问界M7 当时销售告诉我 你现在下定 21寸轮骨 电动脚踏板 还有后期的自家包 你只要付3000就够了 下定完以后 你拉到那个客户的服务 服务群里面 我又核实了一下 他告诉我就3000够了 等到12月份 我加到了我们宁波问界车友群里面 他们告诉我 他们其他人都是二选一的 然后我就产生疑问 又去客户服务群里面核实 告诉我 也是3000 那等到3月份 那个自家包推送 我要付18000系统提醒 那我就去问他们 他们告诉我 18000你别管 你就是3000的 帮你问过的 那最终时间太久了 再去问他们的时候 销售打电话了 他跟我说他没输过 当初是我听错了 他说的就是二选一 那我没办法了 因为提前跟我说的话 我还可以换 我比如说我就换个自家包 然后那个轮骨和脚踏板 我自己外面订一下才几千块钱 是不是 那最终打了12345 让市场监管的老师去协调 也协调不下来 他销售告诉我是二选一 他们门店告诉 那个市场监管老师是三选一 结果他也听闷了 我觉得我这个机会 已经给过了这么长时间 当初要是解决下来 也就3000块钱 但是你也一直爱搭不离 然后协调也协调不下来 那么我认为 这个是涉嫌欺诈销售 只是涉嫌 所以说我也放到台面上来 按照法律法规 我认为我需要退役赔三 可能类似这样的事情 还有很多 只是没有人站出来 所以说我觉得 我更有必要站出来 不管最终的结果 输还赢 至少我站出来了 后续有任何进展 随时更新